阳光明媚的海岸充分展现南半球的热情 布里斯本是澳洲人口第三大的都会 仅次于雪梨和墨尔本 更是台湾人旅游打工求学胜地 不过2号上午昆士兰州警方在官网上 发布失踪人口协巡资讯 一名25岁的台湾女子下落不明 希望民众协助提供相关线索 深棕色长发棕色眼珠身高大约160公分 根据警方公布的资讯 这名女性女子4月30号上午8点之后 就不曾和任何人联系 在台湾的妈妈5月1号 焦急地向昆士兰警方报案 不过隔天女性女子就主动联络家人 说只是心情不好 才会暂时与外界断绝联系 不过朱布里斯本办事处透露 案情并不单纯 女性女子疑似是遭到网络诈骗 原本已经准备离开澳洲 前往某东南亚国家 索性人还没上飞机 就在机场被营救接回 澳洲的技术家庭 通常一个家庭会接待很多学生 七八个学生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 住在一起 技术家庭很难针对个别学生的需要 来照顾它 这天外交部询问这起案件的相关资讯 结稿之前并未回应 澳洲媒体还指出 包含女性女子在内 最近两周已经有三名华人女性 在澳洲失联 包含4月21号来自大陆吉林的女子 以及5月1号大陆浙江省宁坡市的女子 也传出了失联三天 至今下落不明 到人身地不熟的国度 如果有家人或亲朋好友同住 或许能多一层保障 记者王志愿 曹文宁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